哈喽大家好我是缘 那今天周五呢出了一个新的目击限定 叫做星岛八重 那它的被动还有它的试用 都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它是一个水深渊的试证 所以这部影片呢 我当然就会跟你们分享一下 它在这一关表现怎么样 那有了这一支限定以后 注意一下 它是足够撼动整个深渊的生态的 有了这支限定以后 水域将是最容易刷 而且过关速度最快 并且队伍造价最低 对你没有听错队伍造价最低 那玩爆目前的目属和暗属 如果你一定要在这支角色上 挑一个缺点 就是这支角色好死不死 出在周年之前 那如果你珠子不太够的人 那我也只能建议你先不要急 好OK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 星岛八重在这一关的门槛吧 这也是这支角色 你在这一关唯一需要注意的部分了 那这一关呢 其实有两个门槛 一个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一级杀轻轨门槛 另外一个门槛是 开SS 王一秒杀的门槛 一二阶都有 但是我不会跟你们讲 王一秒杀的门槛 原因是我个人打了十几场 我认为这个一级杀轻轨 对于你能不能刷得很顺畅 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有要刷的人 我建议你最好都达标这个门槛 而如果你可以达成这个门槛的话 你一定也可以王一秒杀 所以我就不用特别跟你讲数字了 好然后再来就是说 推荐你一定要达成这个门槛啦 否则轻轨呢 是会残血 是很烦 那如果你的八重 可能只有一两只的话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你过关 所以如果你有文章要给的话 我建议你优先给八重 因为其他角色 要嘛比方说像小童朔乃 他本身有浑身 然后又超平衡的话 他其实有没有这一个文章 他还是能把这个鬼给打掉 要嘛就是比方说突壁 这种你给了文章 还是杀不掉的 八重这个角色呢 有没有文章是影响蛮大的 比较关键 有文章要优先给他 然后另外一件可以注意的事情是 目前啊市政 我翻了一下 只有八重一只是炮击型 但是呢 有其他市政也是武士 比方说刚刚提到的小童朔乃 还有突壁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你在配队伍上啊 你可以考虑让小童朔乃 跟突壁啊去装同族果 然后八重自己的优先装战型 我觉得这样子在这个配果上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最后呢 既然我们提到了这个果实分配的问题 那我再最后提醒一次 就是这关啊不需要双销的 注意一下 冰命不需要为什么 因为小怪要马会补血 要马会复活 所以其实冰命用处不大 那不需要将命的原因是 打王伤害本来就非常够 基本上八重你带上来 一定都是直接秒掉的啦 所以其实有没有将命也都无所谓 你只要无脑的圈上加急 达标这个杀清贵的门槛就对了 这样子OK吗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实战环节咯 OK那我的队伍呢 就是三只图币配上一只星岛八重 这样子你们知道星岛八重有多照了吗 当然这也不是说图币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角色 事实上图币当初不用他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打王火力是真的不行 打王火力太烂了 不过既然现在有一个星岛八重可以彻底解决打王的问题 那图币我觉得也未必不能用 因为图币在清怪上伤害其实也都是足够的 而且图币还有一个亮点是 他的SS是放置于币 那有时候啊这一关你如果打得不好啦 假设你打得不好的话 拖太久的话 你的血量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问题 那这个时候刚好就用图币的这个SS 去把血量挥满 可以说是非常方便而且安心的 那当然啦如果你只是要过一次 为了下个月跳关的话 我是真的觉得你可以用3图币下去打 不过你要投资喔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啦 转弹都要投资了 没道理降临不能投资对吧 好那这边呢你看图币的话 打轻轨伤害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不够 那打轻轨方面呢 你还是要多多的依赖达标的 这一个星岛八重 好那枪手的话 倒是没什么问题 枪手基本上你有撞到能量方块 就是这样子一击杀 然后你看这边我们图币 打到了两只轻轨 你看还残血没有收掉 真的是超级中风的 超级超级的中风 好这边的话呢 我原本我原本是想要打掉右上角那只枪手 但是路线跟我讲的不太一样 但是没差啦反正还是带走了 好然后呢就是 就是这个4P的部分 他这边特别关键 一定要清到大部分的怪哦 OK非常好 我这边打得非常好 把两只轻轨干掉 然后还把一只枪手给干掉 非常好 然后还离开了这个枪手的攻击范围 好真的是做得太好了 我这一栋特别的满意 好然后再来就是把枪手带走 不过在带走之前呢 你看我就先故意的 故意的先稍微存一下CD啦 好这边的话呢 哦我就直接带走了 好这边就进入第4关 好第4关的话呢 这边我先这样子 好看能不能打掉右边的那一只 不过阴错阳差的打到了左边的那一只 好有点怪怪的 不过其实你有了8重之后 也不用那么care说 我能不能打到弱点就是了 你看哦 我这边示范一下 我撞了三次方块 蹦蹦蹦三下 你看他已经快死了 你就知道其实有了8重 你也不太需要说 哦我要去打这个弱点 没必要其实 你就直接尻就好 然后友情也是有一点输出的 你看我们这边呢 就直接把两只春雨都带走 进入第5关 然后第5关的话呢 三组复活的小怪嘛 我们这边就 先清 先清掉一组 非常快速的 那突币这一关呢 呃如果你想开SS也可以开啦 主要是加速用 那假如说前面有这个 血量不足的部分也可以开来补血 那这边呢我在想要怎么动比较好 然后最后 我决定 最后我决定这样 哦结果走一 结果一个迷反 哇 这就是非常好迷反 哦不过其实这边清怪好像本来也就不是这样清的 应该要走走这个纵轴啦 就是直线哦 直线下去清才是比较正确的 好那这边呢我们就走个纵轴 哦来看一下 你看他甚至也 没什么 对吧也不太需要去管这个方块 对吧只要是有雷射护照的怪 你看他也不太需要管方块 他就直接硬敲也可以敲死 好这边呢我觉得真的要开了 哦我觉得真的要开了 好因为这个 法师啊左边的CD就是即死 不赶快清掉的话就换我们死 好这边的话OK又非常顺利的吧一组清掉 可以把最后一只给清掉 好吧看来是不行速度不太够 好没关系不过也只剩一组了 那这一组的话呢刚好两只都现行 我决定用帕克解决 好这边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法师给干掉 然后呢你看这就是以防万一啦 好这边呢因为有帕克延迟的关系 所以他不会复活 我们就直接带走就好了 OK进入王冠 好那到王冠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 你八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先把那个比特盾给干掉 不要急着开SSR 先把那个盾给干掉 好就像这个样子 你只要有撞到一下方块 然后再直接碰盾一定是带着走的 好这边就非常好 然后再来就是图币加减清怪啦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没清 应该也还好 但是我建议你清 就是怎么说呢 让出多一点的空间给这个八重秒王 那但是啊 像平常在认真要周回的话 我个人的队伍还是比较建议这个 两只降临 两只这个八重 或者是也不是说一定要降临啦 应该说你可以用两只降临 但是你至少要两只八重 或者是 一只八云一只八重 因为 你要在王一秒杀的话 虽然伤害是够 但是你要打到弱点 那这个就比较要求位置和技术 假设你不幸王一秒失败 进到后面的话 你没有多余的转弹会比较麻烦 也不应该说多余 应该说你没有第二只转弹的话 会比较难处理 那这边你有两只八重的话 你就直接王一随便敲掉一条 然后进王二 那个弱点位置基本上都是很容易打到的 或者是你可以用八云 反正你只要可以稳定的把王一给带走 进入王二给八重秒 都是很简单的齁 OK 那大概这个样子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那有问题也可以留言问我 那大家拜拜